大聪明这盘棋走得非常凶残 面对王铁锤这样的顶尖大高手 竟然选择了一个弃鞠攻杀 太凶了 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 铁锤呢当头炮 大聪明把马跳 红旗上马之后 他选择了一个强挺7组 红旗呢没着急出局 他先来了一手炮八瓶六 五六炮 非常稳健 稳中带攻 黑旗呢依然是平风马 以不变应万变 红旗这时候啊在出局 黑的出局 红旗上马 黑的出局 红的出局 黑旗呢来了一个左炮封局 炮八进四 红旗锯八进六 这也是关招 必走之招 你这个局不高 再让人家这个炮封进来 双炮把你俩局封在家 那红旗呢没有任何便宜可言 黑旗在这里啊 他没有挺起两头蛇 他选择了一手啊 不适的变化 那红旗呢先捞个实惠 十足 压住这个马 黑马败退 红旗呢 再平局拉入五个巨炮 你要是把马跳上来呢 他就进兵 你要是再往上跳 他就继续往前进兵 这样呢反而拉入你五个巨炮 黑旗呢他告一步居 告一步居 下一招啊准备飞个像 用这个马呢给这个巨胜根 那红旗呢就行起中兵 防止你以后有打将对巨的这种手段 黑旗呢先连个像 红旗呢就高炮 要对炮 打破你这个巨炮 对这个巨的封锁 那黑旗你要是对掉 他吃掉杀你个回头巨 以后这个马再盘到中路 再还架中炮 那明显的红旗这个局面呢非常生动 黑旗呢 他选择了一个进炮 那红旗呢就再来一门大炮 双炮 瞄入你的中足 黑旗呢就平炮对巨 红旗你对掉 人家这边线手打着马呢 红旗不对 平巨 那黑旗呢就上马 下一招啊 有个进马 踩狙 踩马 这种手段 红旗啊再把狗退回来 黑旗呢再高居到竹林县 那你 狗保住足也没有用啊 这边两门大炮呢 那就选择来一手打足 那黑旗呢来一手回马金枪 你红着横着走 打你的马呢 所以说呢 这个旗呢 他只能竖着走 竖着走之后 踩上来了 又要 两边挂江 红旗啊在这里 他应该补手势 他没补势 他选择了一手上马 那又给了黑旗机会 黑旗踩进来 这个黑旗 这个马呢 这一番辗转腾挪 不仅连吃掉红旗双兵 而且呢 狙马炮啊三子归边 这个红旗的这个右翼啊 可以说是压力山大 他选择了拆中炮 黑旗呢 很老练 他先飞向 因为现在牵制正来 他这个飞完向 这个七路下没毛病之后啊 下一招啊 就要跳边吧 踩你的鞠了 你鞠再躲 这个沃尾江就非常凶了 这个红旗呢 被逼无奈 只能呢 倒车入库 回来了 那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打兵 要求给你交换 你吃我的炮 我就吃你的包 你不吃我 我就打你一将 红旗呢 先连个相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 平炮 这招平炮 应该说是一部软招 他把这个 到手的这个优势啊 又拱手送出去了 他应该呀 走一手平鞠 以后用鞠来点 这个炮啊 还继续保留在这边 那平过来之后 这要打现江了 那红旗呢 就交换了 把炮一吃 他把包一吃 那红旗呢 再平鞠一抓这个包 你这个包呢 没位置 在这边呢 没位置 你只有他再回来 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你这一平一回 浪费了一部棋 这个鞠呢 也躲开了 这鞠马炮啊 相当于三子啊 分开了 红旗呢 补一手试 黑旗呢 他选择上马 那红旗平鞠捉一下 这个马呢 跳不上来 他就选择退炮 保住 红旗呢 就上马了 黑旗平炮 以后有 踩相这种手段 红旗呢 拦住 绊住马腿 黑旗高居 以后啊 他又准备过来 跟你交换 对子简化 那红旗呢 再上个马 不让他平鞠过来 他一看黑旗 不能平鞠过来了 他选择回马交换 这个吃掉吃掉 呃 双鞠双马 对双鞠双马 局势平稳 红旗为了争胜 他必对 保留变化 那黑旗这个小族啊 就过河了 黑旗小族过河 红旗呢 就近鞠点穴 黑旗选择平足 黑旗这条平足啊 可以考虑往下冲 红旗上马 黑旗平炮 拦路 红旗呢 就把鞠躲开 瞄入这个小马 黑旗下足 交换 那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 定马踩鞠 那踩着鞠呢 这无论如何 应该鞠必然一手 哎 黑旗啊 在这里啊 他走得非常凶狠 他竟然呢 不要鞠了 选择了一手吃炮 那他人家把鞠一吃 你要是吃马呢 那红旗也吃马 黑旗呢 他就选择 先把马跳进来 那红旗呢 再退回来捉 黑旗呢 就没办法了 他选择了 弃马踏像 这走得很猛 弃完鞠之后 又弃马 红旗给他一飞 他不吃相了 他选择吃马 那黑旗 红旗呢 把这个足 给他试掉 黑旗选择杀相一将 黑旗这招 吃相将军 应该说 属于一个先中后 你虽然说 带将吃了相 但是呢 造成了一个低头鞠 而且呢 这个鞠啊 还离开了 这个防守的一个要点 这个租林线呢 是生命线 你自己还躲开了 红旗一知识 黑旗再品鞠过来 那红旗呢 先来一个霸王鞠 出鞠 黑旗飞向 下一招啊 准备架中炮 红旗呢 先告鞠 护住自己的兵线 生命线 不能让敌人站住 黑旗平中一将 红旗呢 就来一个勇气空投 黑旗点将 红旗上摔 黑旗退将 红旗下摔 你这个 鞠马炮啊 三子啊 虽然说在进攻 但是分散了 分加了 没有组成一个联合进攻 对红旗啊 都是骚扰 你这鞠怎么将都没有用 这个马呢 你要跳进来 人家平过来 又扮住你了 他选择了一手回马 那红旗呢 也不理他 甩居过来 黑旗在这里搞了一个 九九八十一将 怎么将都没有用 将就上 将就下 上上下下 没有用 再来一将 红旗呢 就出来了 你再平一将 那又进来了 你再一将 又出来了 再将 又进来 这个 虽然说是鞠马炮 三个子在进攻 我们就说了 但是呢 没有形成合力 分加了 再换个鞠将 也是一样 嗯 鞠马炮啊 怎么将 将不死 只能是骚扰 各种再来一将 那又出来了 还有再换鞠将 那又上来了 黑旗呢 选择来一手上马 抵住你 红旗呢 就进居 捉你 你进不来 只能啊 再退回去 红旗选择了 一手进马 红旗这招进马呀 可以考虑啊 先一将 然后呢 再进马 黑旗呢 就退鞠了 那这样呢 他把鞠退回来了 鞠退回来呢 这个防守的力量啊 他又加强了一些 那红旗呢 在这里啊 接下来的一番招法呀 就把黑旗给挠坏了 为啥呢呀 全部都是流氓招 我们看看他这怎么走的流氓招 他先点一将 那你不敢下市 下市的话挂一将要命 你也不敢对鞠 对完鞠没鞠了 那他选择来一手回马 哎 红旗啊 来一手退鞠 现鞠 你吃 我卧一将 以后呢 把鞠给你 踩了 对掉 形成啊 有鞠杀无鞠 人家俩军里只有一个局 黑旗不敢对 只能将一军逃跑 下来 他又平一将 想让红旗换他的炮 红旗也不换他的炮 红旗竞帅 竞帅之后啊 他要白吃你的包 那他又选择了退局保住 那红旗的这种流氓招又来了 继续 有鞠杀无鞠 给你对鞠 你怎么办 你一队踩回来 你不对 躲开要杀你的马 那黑旗呢 只能先将军 这将军的这个线手啊 躲开 落个尸 然后啊 他选择上马 踩着鞠呢 这个红旗啊 他还不着急 将 他要先吃你个足 你说这招 气人不气人 吃完你的足啊 下一招隔钟 来给你对鞠 这个黑旗啊 气得是没一点办法 你这个鞠呢 又不敢逃开 逃开的话 这边一僵 要踩你的炮 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 黑旗啊 桌子一掀 不给你玩了